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原来他是北大毕业 后来中央电视台工作 来到美国奉献给主 他那个电影拍得特别好 第二部电影就更出名 叫做《鞭云波》 献给无名的传道人 他就去大陆传福音 但是鞭云波老伯伯今天快90岁了 他原来1942年服侍主 开始进到西北灵工团 到西北去传福音 一直传到新疆 把福音 那个时候他写了一首著名的诗歌叫 《长诗》 是一本书 那首诗叫《献给无名的传道人》 因为他在走这个西北的路上 他看到很多的这个墓碑 那个墓碑上面没有名字 那就是写传道人 那么都是一些神的儿女去传福音 然后就把生命放在了那些荒谬之地 所以他就非常的感动 他就写他自己愿意 那么今天老伯伯已经在美国了 他去排他走过的路就到了中国 他说到了云南 他到云南 从云南开始 他就看到他到一个乡镇 一个县城好像是 就跟法拉斯差不多了 人很多县城 他就在那拍县城的景象 他说我就听到 他就听到我在讲道 他觉得好奇怪 怎么张不利能回国呢 他就四处找找找 就找到一个大树 那大树上面有个高音喇叭 下面放一个电视 那个人在那放光碟 放我讲道的光碟 这个人真的是勇敢的 旁边就是城管还有警察 他也不在乎 他就在那放 他说我就在那讲完了 他就很感动 他就录 看到很多人在买那个光碟 五块钱一片 没有版权嘛 我从来没拿过的版权 你知道吗 他这个人就随便的卖 一会就卖没了 卖好几百片 就收摊要回家 他说要收 他收的时候我就特别感动一下 采访他 我就采访他 他说把路相机架好 我就说弟兄 我是张牧师的朋友 可不可以 我非常感动 在这种环境下 你敢于卖这个福音的光碟 为主做见证 那么这个传扬福音 非常感动 他说 你能不能讲两句 哪个教会的 那个弟兄 就对李大同弟兄说 我不信主 我还没信主呢 他说那你为什么 你这么勇敢的传福音呢 他说你把我说的太高尚 我没有了 这个东西赚钱哪 他说因为卖别的 现在都没人买 你看我这一会儿就卖完了 他觉得这样 他觉得好奇怪 后来他就回来打电话给我 我不在 他就跟我太太讲 然后我太太转告我 大家就笑 后来他说 我去采访那个城管去 城管是中国人最恨的一种人 你知道吗 没事就管闲事 尤其管那个穷人的闲事 那么他就问那个城管说 那个人在卖光碟 你怎么不管呢 那城管看上去 你干嘛的 你哪来的 你管他干嘛 人家是精神文明 他说我告诉你 就那个人讲到 现在很多年轻人听了 就戒毒了 我们这个原来我们这个县 吸毒的比例占50% 现在5% 都跟他有关系 哈利路亚 所以弟兄姊妹 你们买了光碟呀 不是自己看 把他送到大陆去 让他们盗版 送到大陆去 一套光碟 你送到大陆去 你想 然后你能够祝福多少人啊 祝福多少人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个神的福音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信的 你都不知道 那个传道人讲的哪一句话 就能够出动 那个人心灵的深处 他因此成为新造的人 那我们今天进入到 十字架道理的第四讲了 我们今天讲 十字架上的饶恕 我还是要讲一个故事 我的神院的老师告诉我 讲道之前先讲个故事 要不大家 我第一天就没讲故事 大家听得就快睡着了 那么这 这十字架道理本来就很 非常的吊诡深奥 所以我们又没有故事的 我们就好像大家不太容易听 因为工作一天很辛苦 那么这个故事呢 大家都 都基本都熟悉 法国有一个著名的作家叫 《雨果》 他写了一部著名的书 叫做《悲惨世界》 读过的举手 有多少人读过的 请放假 没有读过看过电影的举手 哎 年轻人都看电影 年纪了长得都读书 今天的年轻人不太读书了 看电影了 你知道吗 不管还是电影还是书 你看了以后 你都会有一个感动 因为《雨果》的这个悲惨世界呢 他写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罪犯叫然而让 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小子很帅 很帅 聪明 但是他有些小毛病 他就偷了一个面包 那么这一个面包 其实不贵重 但是他呢 因为他灌头 灌犯 这个法院给他判的特别重 他坐了19年的牢 那么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 他的身上就有一个烙印 就是罪犯的烙印 那么从监狱里出来就是罪犯 那罪犯全世界人 正常人对罪犯 都有那种警惕的眼睛 对不对 如果你家里有一个人 被放出来坐过牢 那你就得把他化为另类人 你可能不愿跟他打交道 他就很难接到社会的承认 那么他就越来越苦闷 他也找不到工作的机会 他开始被拒绝于社区 拒绝于这个正常的人的工作之外 那怎么办呢 他无路可走 他就继续的偷 这就是一种罪恶的一种延续 他就罪恶的偷 继续的偷 他偷到哪里去 他偷到教会 偷到教会 我就觉得这个人啊 偷到教会的人都有福了 因为你偷了就蒙福 你知道吗 你弄不好就把圣经偷走了 回去一读就信耶稣了 对不对 那我们好像就偷了神父 那神父没有关系 因为神父说 神父觉得你偷我总比偷别人强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来到教会是不一样的 很多的罪人来到教会 觉得教会是一个接纳罪人的地方 接纳罪人的地方 那么这个神父呢 当他偷走 神父的东西 偷的是很贵重的 他偷都是银器啊 金器啊 因为那个天主教会呢 大教堂里面有很多之前的登台之类的 偷走了 其实他出来的时候 他忘记了一件事情 他是一个有前科的人 他旁边有警察警惕的眼睛 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我跟你讲啊 美国也是啊 美国现在你犯了罪 他有时候都不关你 他给你弄一个东西放在脚上 对不对 你走到哪里去 他都知道 他的店 你走到哪里 你稍微过格 他那个警铃就响了 我告诉你 你赶紧回来吧 他盯着你的 我们人也是啊 你想上帝也不知道我们的心怀意念吗 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 神都知道 不要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黑暗中做一些事情 上帝不知道 上帝一清二楚 上帝只是不催讨你的罪 上帝在你的悔改是会饶恕你 会饶恕你 所以这个然而然 出来就被警察逮了个正招 逮住了 哇 那这个就叫罪上加罪 判得会要更重 他这一辈子可能就要在监狱里度过 那么这个时候他就 当然他不承认啊 他的抵赖啊 警察就把他逮到神父的面前 就跟神父说 他偷了你们教堂的东西 你看 马带一刀哗啦呀都出来了 那神父一看确实是自己的东西 是他偷的 那神父做了一件举动 这个举动超过常理 超过常人 他做什么样一个举动呢 他就说这是我送给他的 他对警察说 好像是神父说谎了 圣经说不可以说谎 他说谎了 我们在谈他说谎的问题 我们今天谈饶恕的问题 他就说这是我送给他的 他为了证明是送给他 他又拿出两个银灯台说 这也是送给你 为什么不拿走呢 哇这个警察就无法定他的罪了 可然而让那一刻他的内心 一下子被震动了 他发现世界上好像有种更美的东西 就叫做饶恕 饶恕 这个神父不仅没有计较他 偷他的东西 反而饶恕他 为他做掩饰 使他免于牢狱之灾 那么这个故事并没有结束 那然而从此 他就有个里面有一种善良的欲望就出来 他觉得我应该做一个美好的人 我为什么要做一个罪恶的人在黑人中 我应该做一个美好的人 一个美好的人 他的人生应该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发誓要重新做人 重新做人 像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什么 新造的人 这个新造的人 不是说我们过去这个造的就没有了 我们过去也是神所造的 我们被污染 被我们的祖先亚当污染 罪因为他进入世界 我们有DNA 有犯罪的DNA 人犯罪啊 所以来到教会有的 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 他不太承认说我是有罪的 因为中国知识分子都是洁神自号的 他们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儒家文化讲人 讲德 讲孝 所以儒家文化讲人的修养 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特别重视自己的修养 当然今天他没法重视了 因为这是个罪恶的世界 他重视也修养不成 他没有修养 你知道吗 所以 可是他一谈到罪 他就觉得那是远离的 那不是跟我没有关系的 其实圣经所说的罪 不是因为你犯罪成为罪人 不是因为你犯罪成为罪 当然你犯罪 你一定是罪人 你犯罪的就是罪人嘛 你不犯罪也是罪人 什么意思呢 你不犯罪是因为你没有机会 你的里边的DNA里边有犯罪的欲望 所以你有犯罪的可能 当条件一成熟 你的欲望就发作 你就会犯罪 不是因为你犯罪成为罪人 是因为你是罪人 你一定会犯罪 没有意思吗 那我我记得这个 因为你里边有那个那种地 我记得我在加州的时候 我刚到加州 那时也没什么钱 我们我们两个这个就贷款咬牙 我们买了一个小摊号斯 18万摊号斯 哎呀那我们兴奋的了不得了 美国第一栋房子 他高兴啊 第一天房子过完户 坐在那门口 坐一夜都没进去 就看这房子 属于我们的了 那我太太就看屋里厨房 厕所 这她要看的 我就看院子 你知道我看哪里能种地 因为从农村逃出来 我就想去这会儿种点土豆 那会儿种点地瓜 那会儿种点鲜花 那会儿种点果树 咱们果也不用买了 梨也不用买了 你知道这都是啥呢 那苹果是种不好的 你知道吗 人家苹果这么大 那苹果永远这么小 我就种了一棵苹果树 三年没结果 老开花不结果 我老婆就笑我 你买的不是苹果树 什么树不知道 你买错了 我说我去那Home Depot 它写的是Apple 当然是苹果树啊 上面还有个大图画 我不会买错的 我说条件不成熟 它有苹果树的DNA 有一天它一定会结果 那后来三年以后 第四年开花结仨果 吃着咬都咬不动 但是它证明我说的是对的 它是苹果树 它可能不是个好苹果树 但是它是苹果树 所以我太太服气了 说你没买错是苹果树 人就是这样 条件成熟你会犯罪 因为你里面有有罪的DNA 今天你看我们中国很多的贪官 他们年轻时候很多都是很有理想的人 我想他们跟我们一样 有的是北大的有清华的 有的是人大的有的是什么中央党校的 他们都是有理想 他们也可能有一定的修养 甚至有一定的文化水平 那你看周永康被判的时候 你听周永康打词的时候 那还是跟领导人讲话的腔调一样的 对不对 你看他那个讲话阴阳顿挫 清清楚楚的认罪 你会看到他说 不是一个说 一个普通老百姓就一下子 没有好好读书的人 没有理想人 就能够生到那么大关去 可是他为什么会犯那么大的罪 他有DNA 你知道吗 有犯罪的DNA 他条件成熟了 他管全国的法律 他凌驾于法律之上 他像个法律的太阳皇 法律被他建在脚下 法官被他建在脚下 他想判谁死刑 就判谁死刑 他想杀谁就杀谁 你知道我们有一个 我们教会有一个作家叫余杰 就被他派人打了一百多嘴巴 知道吗 最后打昏过去了 余杰不扛打 你知道吗 这个念书的人 要我必要扛打 你知道吗 打一百嘴巴就打晕过去了 一百嘴巴怎么能晕过去呢 一般晕不过去嘛 对不对 然后就给他送到医院抢救 医生说不行了 我们救不了 苍平县说送到北京去了 到北京协和医院 说再晚来半个小时 这一小就死了 那就又亮成国际事件 余杰不得不来到美国 原来他不想来的 来了跟我说 真的是怕打呀 真狠的 这周永康 往死打呀 那为什么他打他呢 因为他写了温家宝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影帝温家宝 你今天看到温家宝 难道不是影帝吗 表演的多好啊 弄小破夹子 出去就穿上 穿了二十多年 弄一双破鞋走到哪里 汤上 然后家里贪污好几 多少亿啊 纽约时报登的二十多亿啊 中国人哪有一个干净的 你告诉我 甲府门口的狮子都是脏的 没有干净 因为人人都是罪人 人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所以人们必须回到上帝面 承认我们是罪人 这个民族才有救 人必须承认我们是罪人 这个人才有救 人才有救 但是上帝要求我们说 我们要彼此的饶恕 这个让重新做人做得很好 他到了一个小城市 他就做了那个城市的市长 因为他这个人有才华 又努力 又愿意奉献 后来他赚了很多的钱 他成为当地最大的慈善家 但是 有一个人 永远不会放过他 这个人叫贾维 是当时的探长 他就叫人安让 就是个罪大恶极的罪人 他不管怎么隐藏 他过去犯了罪 他都不能够完全的赦免 他一定要把他击打归案 揭露他这个贾 因为他改了名字 这人改了名字 新的身份 新的名字 所以贾维就不断地侦查他 抓他 抓他 那么有一次贾维在学生运动中 不是六四学生运动 法国大革命的学生运动 那个暴民运动 我们也可以叫法国大革命是暴力的 他们就把贾维抓起来 砍他头的时候 然后利用他市长的身份 把他救出来了 可是当救出来的时候 贾维把嚷嚷逮捕了 虽然你救我 可是我是法律 我必须逮捕你 虽然你有恩于我 我还要把你放在监狱里面去 因为你是那个隐藏的犯人 你现在的名字是家的 要把他抓进去 那这里边有个激烈的一个斗争了 我们知道这里边涉及到律法和恩典的问题 也涉及到定罪和饶恕的问题 也涉及到公正和怜悯的问题 所以好像我们在实际上看到这些都是对立的 可是在基督里边我们发现一切都是改变的 我们知道后来贾维良心发作 但他的良心和法律是对立的 他没有办法 他良心觉得然而是个好人救了他 可是他的法律之中这是个罪犯 我要把他承之以法 后来在这种痛苦中他没有办法 他跳河自杀了 我们知道这是个故事的结局 所以当我们今天讲到饶恕的时候 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在实际上讲的一句很重要的话 在《路加福音23》我们看这段经文 在《路加福音23》 耶稣基督 来我们投影看 三十四节 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那么这是耶稣基督在实际上讲的七句话 很重要的一句 这句话谈到赦免 谈到饶恕 耶稣说饶恕谁呢 饶恕那些把他定在十字架上 那些人 那些人不仅把耶稣定在十字架上 那些羞辱耶稣 他们鞭打耶稣 他们兔兔们在耶稣的头上 他们在耶稣实际上定了一个牌子 写的这是犹太人的王 犹太人的王 他们说你不是神吗 你不是神的儿子吗 你可以下来啊 你下来 你下来证明你是神 所以耶稣在他们受过那么多羞辱的时候 这位上帝的独生子 这位人类的救主 他所做的祷告 他没说父啊 你创造宇宙 你有无限的能力 你说有就有 你命力就命力 你要灭谁就灭谁 把这些人都灭了得了 没有 他就说父啊赦免他们 他们所做的 他们自己不晓得 这个是爱的高峰 一个人可以爱仇敌吗 基本做不到 一个人可以原谅仇敌吗 可以 但是爱仇敌就做不到 一个人可以饶恕 伤害过你的人吗 这个是一个最难的过程 这个过程可能会在心理学家和医生的辅导下 甚至牧师专家的辅导下 能够进行 如果没有辅导很难进行 很难进行 不管他们理想是多么一样 不管他们利益是多么一样 可是当他们互相伤害以后 他们就很难饶恕 这种事情我们看 你的周围比比皆是 我们教会有一天来个姐妹 我一般来人我都会打电话给他 新朋友 我打电话 我打电话主要是两种人 因为叫人太多 几百人我也打不过来 我就打第一次来的新朋友 而且我看他是住在美国的 住在我们附近的我就打 他住在中国的 他来旅游的 我就不需要打了 因为第一个他回中国 我第二个打就不会来我们教会 我就不打了 我没那么多时间 那第二我就打教会给他主要的同工 长老 直视 小组长 团绩主席 这是我要打电话的 那天我一打电话 这个姐妹接电话 这个我们就谈了 我说到教会感觉怎么样 她说非常好非常好 这个 谢谢你 讲的信息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我说那欢迎你继续来我们教会 她说但是我告诉你说 我不会再去你们教会的 你说这什么人说话不会说话吗 不来拉倒呗不要明说嘛 对不对 就以后不来不见不就完了吗 我还满腔热情打电话 人家啪一泼冷水 说不会再去了 那我就说那你为什么不会来我们教会呢 我们教会哪里觉得不好 我们可以改进 可以改进 如果你说的对 我们可以接受你的建议 他说也没有了 你们都很好 你们敬拜很好啊 你们讲道很好啊 你们这个整个的敬拜的流程非常的好 午餐也不错 都很好 可是你们教会有一个人 他又在那里 我是不会去的 我就明白了 有一个人是他的老朋友 他们互相有伤害 他不能饶恕 我问他他说对 我说叫什么名 他说我不能跟你说 我不能告诉你 不告诉我就不告诉了 那我就说姐妹你觉得你得救了吗 那这个姐妹圣经知识还不错 她也不太高兴 她说张博士你什么意思啊 我当然得救了 我心而受洗我必然得救 我说还不错 圣经根基不错 我说那你会上天堂咯 她说当然咯 我说那你到天堂 你见到那个姐妹在那里 你说你在这里我就离开 那我说我问你那你去哪呢 她说这个问题我都没有考虑过 那你见到一个得罪你的人 他在教会你可以离开 可如果在天堂 那你离开天堂就地狱啊 那你在这里我就离开 我不会见你的面 所以看来赦免的问题 是涉及到我们的永生中的生活 你们 所以在永恒中我们的定位 没有一个人一生没有被别人伤害的 没有一个人一生没伤害过别人的 想一想你有没有伤害过别人呢 伤害过你妻子没有啊 有哦 对不对 手机给妻子看看 密码给她 微信的号码 email 密码 全要妻子掌管 敢不敢 敢 敢得举手弟兄 敢得举手 不多嘛 我告诉你 我们家我所有的号码都是我太太设的 我常忘 我一忘我昨天在陈弟兄家 我又忘我的email密码了 我就打电话给她 我说移民密码给我一个 都是她设的 全掌握在人手中 我告诉你 那我们姐妹们 有没有伤害过弟兄呢 有没有 有 弟兄每天被你训好多次 从早上训到晚上 怎么做都是不合你的心意 你知道吗 对不对 有的 有没有离婚的 离婚以后见她说话吗 聊述了没有啊 一想到她就抖 一想到咬碎牙齿 吞进肚子 对不对 她那个人一想到她那种 当年那种恶行 发脾气的样子 不给钱 还想 怎么一想就发抖 怎么一生遇到这么一个人 这上帝真幽默 把这么有坏人放在我身边 你看我们有很多的不能饶恕 很多都不能饶恕 不容易的 可是圣经告诉了 饶恕不是一种感觉 饶恕是一个行动 而且是现在是必须的行动 我们看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 这个有一段耶稣基督谈饶恕 谈的非常具体的一段经文 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彼得呢 那个时候耶稣的一个门徒叫彼得 他进前来 来到前面他对耶稣说了一句话 说主啊 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节 我的弟兄得罪我 这个指同是信主的人了 不是外邦人 我的弟兄得罪了我 我当饶恕他几次呢 到七次可以吗 哇这个挺了不起 是彼得这句话已经很高尚 对不对 彼得说我的弟兄得罪我 我饶恕他几次呢 主啊 七次可以吗 中国是几次啊 哪有三次两次 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 中国就两次 就两次 再三再四是不可以的 再一再二可以 再三再四是不可以的 犹太人几次啊 四次 犹太人按照犹太的律法 一个人得罪你 你可以饶恕他四次 那这个彼得是耶稣的门徒 他一定胜过犹太人的律法的 他说我七次 对不对 可不可以 耶稣说不是七次 乃是七十个七次 哇这个一说彼得就傻眼了 我想我们一听也傻眼了 我们也做不到嘛 七十个七次我们怎么做得到呢 对不对 那么耶稣这时候就为了告诉他 为什么要饶恕七十个七次 耶稣讲了一段比喻 他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天国好像一个王 一个君王 要和他的仆人算账 才算的时候呢 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 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 那么主人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 并且所有都卖了偿还 那个时候大家讲 耶稣所讲的那个时候 是一种奴隶制度 就是很多的奴隶是没有主权的 其实美国两百多年前也是奴隶制度 黑人就是奴隶嘛 他是属于主人的 主人可以买卖他 主人可以买卖他的 那么这个奴隶他欠了他的君王 欠了多少钱呢 一千万银子 很多的牧师讲道就容易讲错 一千万两 其实不是两 你看你读圣经 你读四个福音书 从来没说这个两 没说这个量 量的单位是两 那么这个量的单位是什么呢 他们查考原文的时候 这个原文叫他连德 这个量的单位是他连德 他欠了主人一千万他连德 那么一个他连德多少呢 我们查过这个圣经 那我们也查过这个这个 这个书 我们看到说 这个他连德 一个他连德是 在一世国际圣经百科全书里边 告诉我们他连德是最大的通用货币 和重量标准 那么一个他连德有多大呢 有七十二磅 一个他连德 那么价值多少钱呢 在一九一五年 一个银他连德 价值是 这个一个银他连德价值是 大概是六千一百五十英镑 那么金他连德的是三万七千五百美元 金他连德 那这个如果一千万个他连德相当于多少呢 如果一千万个银他连德 他没说金银啊 一千万银他连德等于两百零五亿美元 一万个金他连德呢 相当于三千零七十五亿美元 哇那你要按照这个算这个人欠的太多了 不管他怎么欠就是他永远还不清 因为一个人的工作一年二十两银子 这个是有单位的二十两 那你十年多少 两百两银子 一百年两千两 一个他连德还不到 你知道吗 所以他一辈子欠一千个他连德 那是永远还不清的 那是这么一个数字 这么一个数字 那么他一千万个他连德 一千万个银子 他欠一千万 这个人你看欠了多少 他怎么欠的我也不知道 哈哈哈哈 投资股票 耶稣讲的是个比喻 就是你的 就像我们其实这个欠债啊 我常常讲的债其实就是罪 债就是罪 罪就是不合格嘛 罪就是产品出不来不合格 罪也是不完美 欠别人的债就是不完美 欠别人的债就是罪 那么你欠了那么多的债 一个人犯了那么多的罪 怎么能够自己靠自己的能力 还得清呢 洗净的罪呢 不能嘛 对不对 你欠了那么多钱 你也还不清嘛 所以这个比喻一个罪人在上帝的面前 你的罪如果不靠耶稣的保血 你靠自己的努力 你永远还不清 就是这个意思 嗯 那这个人当然欠了 把他的孩子卖了 妻子卖了 那能卖几个钱呢 卖了几个钱 还不清嘛 但是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很奇妙的支出就在这里 那么那个仆人呢 他讲了一句话 25节 那个仆人呢 就伏伏在地 拜他 26节啊 说主啊 宽容我 将来我都要还清 这句话你信吗 一个人欠你那么多钱 单位老总欠的说 你跟老总说 老总你宽容我 我一定会还清 老总要欠一亿美金 你再玩一年的工资才五万美金 你怎么还得清呢 可是这个主人知道你还不清 但是主人就有怜悯之心 就赦免了 主人说好了 态度很好 要的就是你的态度 其实我们信耶稣不管犯什么罪 来到耶稣的面前 耶稣不就要我们一个态度吗 不管我们多少罪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主的宝去洗净我们 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所以我觉得信主 是最合算的一件事情 你想一想 如果按照中国的实用主义来说 信主是最合算的 一分钱都不要付 努力也不要付 只要悔改 转向耶稣 诚恳地说 主啊赦免我们的罪 那主就赦免我们的罪了 你看这个王 就赦免了他的仆人 把他释放了 因为这个王呢 那个仆人的主人 就动了慈心 这个慈心 在圣经写到慈心的时候 耶稣基督常常用这个词 耶稣动了慈心 动了慈心 把他释放了 并且免了他的债 你看不仅释放了 还免了 不要了 这多好的一件事情 我们要不要啊 今天你欠债 你回去跟你老板说 我昨天张牧师讲了 在马太福音呢 第十八章啊 那个主人 免了我的债啊 你要不要免我债啊 圣经说 免了我的债 如同我免了别人的债 这还有第二步 你还要免别人的债 主导文告诉我们 对不对 我们的父免了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 那当这个仆人呢 二十六节说 二十八节 他出去的时候 他遇见了一个同伴 同伴就是朋友嘛 一起行走人生道路的朋友嘛 那么这个同伴呢 欠他十两银子 这个写的是两 这个不是他连德 对不对 这个是两 这如果他连德他也还不起啊 欠了他十两银子 十两银子也就是半年的工资嘛 半年的工资还是还的轻的 对不对 我们省吃俭用 半年是还的轻的 那么他就欠了他这么多的钱 他就揪住他 掐住他的喉咙 你掐喉咙 你掐着旁边的喉咙掐去 你掐一下就喘不上气了 你知道吗 人不能掐 掐喉咙就要治人死地 你知道吗 一般人都掐胳膊 你知道吗 一般你太太打你 她会掐喉咙吗 她不会嘛 她应该是掐你哪块肉多掐点 知道吗 哪块疼掐哪 她怎么会 你妈妈打会掐你喉咙吗 不会嘛 对不对 你爸爸打你也不会掐你喉咙 都会打你屁股 掐你胳膊 对不对 我小时候我妈 哎掐我 我一犯错我妈就掐我 掐清了 倒需要看不出来 知道 现在美国你敢打孩子吗 那掐有的时候 你看不出来掐哪块 可以掐的 你知道吗 别让他看出来 看着就麻烦了 可以掐的 这个他就掐着喉咙 他说还我前来 你看这人多饿 还我前来 那么那个人呢 说的跟他同样的话 欠他钱的人说 怎么说 要么就说 宽容我吧 讲来我必还清 是不是跟他说的一样的话 宽容我吧 讲来我必还清 那么这个人说的话 是不是可信的 可信 因为他是还得起的 他只有十两银子 可是这个人不干 现在就还我 他忘记了 刚刚他的主人赦免了他 免了他千万银子 千万塔莲德的银子 那么现在别人欠了十两银子 他就掐住人的脖子 就不饶了 你看今天这个人 我们人是不是有的时候 是这样子的 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恩典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那我们却不能够爱我们的弟兄姐妹 我们却不能爱我们的妻子 爱我们的儿女 爱我们的丈夫 我们还在回来计较 到教会赞美神啊 赞美的流着眼泪很喜乐 回到家里就吵架 你遇到多少这种知道吗 然后见着别人都能饶恕 就是亲人不能饶恕 饶恕谁都很容易 就是饶恕老婆不容易 饶恕老公不容易 很多的今天的社会 很多的家庭在争吵 你说做牧师的 其实最忙的你知道 占用牧师时间最多 并不是讲道 就是辅导家庭和婚姻 那今天这问题太多了 你做一个牧师 你会听到千奇百怪的案件 哎呀这些案件 你拿到法官它不属于法律问题 你知道吗 你拿到那个教会 它不属于道德问题 那后来我想什么问题呢 很多都是技巧的问题 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一个小的问题 其实夫妻吵架吵来吵去 最后你知道吵什么他都忘了 为什么吵是忘了 你不是你忘的 哎你们吵架吵什么 为什么 咱们为什么吵架了 忘了 但是吵的越吵劲越大 越吵火越大 对不对 吵吵离婚 离就离 谁怕谁 什么了不起 有本人签字 签就签 对不对 你拿来我就签 那也不知道到哪去拿 反正就吵 吵完就打电话 牧师 这还不错 还有打电话找警察的 找警察你就惨了 我告诉你 立刻带走 找牧师没问题 牧师不会带走你 还得劝你 你要找警察你就惨 找警察的婚姻 没有几个再能维持下去的 因为那伤害就更大 警察来了 咔嚓咔嚓 靠入一个你知道吗 这个男的女的管你呢 反正一般都靠男的 女的很少被靠 对不对 把男的咔嚓一靠 然后扯扔到黑屋里边去 假官的旁边一睁眼 全是黑人 吓得就哪都是黑的 一看 待两天回来 那心里也变黑了 恨死老婆了 我告诉你 这什么老婆 把他扔到监狱里面去 我大连三十 我都到监狱里去接过人 老婆把老公扔到 到监狱过年三十 过三十 然后这个 老公就通过人打电话 说你能不能把我救出来啊 我说那你得老婆点头啊 你老婆点头 你出不来 他说出来 我就不跟他过年了 我得到你们家过年去 我们家过三十 他到我们家来过年 那我就去接他呀 到监狱里去把他保出来 保出来 你相信这种事情伤害很大的 弟兄姊妹 所以在人生的道路上 我们遇到一些的 伤害不同意见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学习赦免 我一定要伤害 那我先保住 你应该说 我能够想起开 自己的车子 在在楼上 我去 painful 尝赦免 我呢 他 realm